首席出場,南方有潘家朗 雄方,雄方的有利,余曼盛 十四勝,七負一和 2014年63.5kg,香港泰拳冠軍,爭奪戰拳王 2019年61kg,I-1,世界泰拳格蘭培治 Asia Champion腰帶 而這一場的拳證和裁判有 黃炳基、鄭偉健、蔡東曉 好,蔡展鵬 好,這場比賽就是今天最特別的一場 踢拳 接下來時間交給台上的兩位拳手 好,來到最後一場比賽 今天精彩賽事壓軸的一場,第十五場 這場比賽採用的是踢拳賽黎,男子67kg 紅方是余曼盛來自耀東拳館 南方是來自庫德拳館九龍灣分館的潘家朗 分 第一回合 好,一上來,雙方摺腳 這個是一個技術性的摔倒 拿到分的 這場採用的踢拳賽黎 踢拳賽黎,首先只能夠頂一失 前鋪不能超過兩秒 同樣是打拳腳 塞 就不打爭的了 踢拳不能打爭 對,踢拳就不打爭了 這個余曼盛紅方選手好像是不敗的 余曼盛是比較經驗的拳手 是,雖然他今年是37歲 但他的戰績都非常好 2014年就拿到香港冠軍爭奪戰的拳王 很激烈,已經打得很激烈 盛家朗這位拳手都很優秀 其實他體能各方面都非常優秀 進步得非常快 還有年輕 對,他比我印象中 他是一位很進取,很進擊的拳手 無論你對手是誰 他都保持著一貫的打法 一直向前壓迫連環的進攻 其實你們庫德都好像出了很多拳手 我個人暫時數是數不到出來比 在這麼短暫的比賽中 這麼精彩的比賽 我們要留意拳賽場上 左眼腳踩開了潘家朗 前鋪頂塞 雙壺頂塞 其實這個踢拳規例 要研究一下 對,都要講求很辛苦 場上的裁判 因為要把握好這個節奏 第一回合結束了 雙方都是勢軍力敵 這麼快來到最後一場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喜歡我們這個節目 記得多點留意亞洲電視數碼媒體 以及晉升影業有限公司 以及庫德權會 反正一定要記得加我們 下載我們的亞洲電視APP 分享給身邊更多朋友去享受這個比賽 或者上我們的Facebook 多點分享 讓我們可以繼續 合辦多點精彩的拳賽 給各位觀眾看 不用說了 更多精彩賽事 就肯定在我們亞洲電視 接下來準備了 就是第二個回合 兩位拳手有什麼特色 拳手 助手離場 兩位拳手 我看余曼勝 他比較偏向使用低掃腳 拳腳組合的經驗 技術都非常高 雖然你有技術 但是這位潘家朗 最著名的就是密集式的進攻 你看到的 真的很快 最強的體能 最強的鬥志 才可以獲得拳手 袁曼勝 看到這個時間 你這麼密的拳 我嘗試還擊 剛剛潘家朗已經中了一隻拳 對 在我的印象中 了解 因為我也和這位潘家朗 試過練習賽 打過一下 他給我印象 就是 除非你把他拳手 否則他就一直保持著 很密集的攻擊 令到你反應不到 打比賽 最容易被人拳手的情況 就是 你一直受著高壓式的進攻 回不了氣 就很容易被人站好 看到雙方 連續的搏拳 頂膝 一位就衝拳 一位就頂膝 你頂我 我頂你 真的 真的 這些情況 真的很舒服 現在看到余孟勝的體能 好像有少少下降 剛才中了幾十頂膝 對 冠家朗加油 看到真的很飽 這些攻擊 起碼飽一兩天 通常打完一場比賽 要休息多少天呢 李奇 看你吃得有多飽 我說的飽 看你有多傷 通常如果你是肯付出訓練 就不會太傷 因為你有足夠的強度 但如果你偷懶不練 就想去打比賽 真的分分鐘受了傷 你都不知道 這次是室狀 他室狀 第二位有完 他室狀 中了幾下潘家朗 這些全部都有分 暫時哪個形勢佔優呢 師傅 看暫時是余孟勝 雖然潘家朗是 壓迫我們打 但是他的準誠度還未夠 暫時都是余孟勝佔先少少 因為室狀是擊中潘家朗幾次 是的,余孟勝是非常有經驗 但是也要看裁判怎樣判 是的 要看裁判怎樣判 雙方各有優勢 來到最後一場,真的很精彩 所以各位朋友記得多點支持 我們亞洲電視數碼媒體 晉升電影有限公司 以及庫德權會 合力主辦的KFN版的跳舞 閃緊收,助手離場 好,來到這個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了,抱歉 太正初 快到了 高數腳 好,頂塞了 再次用塞來迎接你的拳 再用拳 又頂塞了,進了 但潘家朗就給你的反應 潘家朗不理你 是的 他不管你頂得進不進 我一定要出拳去命中你 很有鬥志 我就是這樣打的 我不管你怎樣打我 對 失狀,右中 連續的衝拳 對,潘家朗真的很佩服他的抗擊打能力 好像沒什麼影響 失狀 再次被頂塞 其實從第一個回合到現在 雙方余萬聖用到的失狀頻率很高 命中率也非常高 但是潘家朗的拳腳組合非常密 一直以體能去壓制 以及拳腳組合去命中對手 潘家朗也不管你 對,抱著鬥頂 繼續頂 來到這場比賽 以及今天的比賽 最後的一分鐘 非常之精彩 非常期待他們接下來 連續的拳腳拼搏 加油,雙方 雙方 好,看到雙方拳手 體能消耗得很厲害 其實 但是拳腳並沒有慢下來 繼續前鬥 哇,現在高尚 撐住了 但是還沒很重 只能撐住一下 是,橫拳 插拳頂塞 對,比賽結束了 哇 對,很精彩 拳腳如雨下 越來越精彩 對 想不到最後這場 最後這場一樣這麼刺激 厲害… 沒力氣 踢拳 踢拳 好,來到尾聲了 是的 今天有甚麼想說 來到尾聲 我希望可以繼續有得看 不要緊 下次也有得看 現在看看我們的評判 我們裁判 看看結果如何 好,在這裡 我們今天的… 有結果嗎 好,我們的百萬拳王 就已經差不多尾聲了 首先在這裡感謝我們的所有贊助商 來的所有朋友 是不是 好,更加要感謝我們在互聯網前 看到我們的觀眾 是嗎 好 記住要留意我們亞洲電視的節目 留意我們百萬拳王 記得下載 這場的結果是一致才定 洪方勝 恭喜… 有請我們文心祥師傅 上來幫我們頒獎 好 陳師傅 厲害 剛才說的是 如果要留意我們亞洲電視的節目 留意我們百萬拳王 記得下載我們 ATV亞洲電視的APP 沒錯 還有多些分享給朋友 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這麼好玩 這麼好看 這麼刺激的決賽 是百萬拳王挑戰賽 恭喜 KF1 好,各位柳柳部 我們首先 是… 是的… 我…